中国历史上的三个千古遗帝 1.秦始皇嬴政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千古遗帝 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统一的皇帝 他是三岁就继承了帝位 在位31年执政期间 先后灭了六国 统一了华夏 将中国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大统一时代 除此之外 秦始皇在政期间 还创建皇帝制度 实行三公九卿 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力极其巨大 2.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是西汉的第七位皇帝 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千古遗帝 76岁登基称帝 为了能够进一步巩固皇权 开创了查取制 颁布退恩令 并且罢黜百家 独尊如数 无论是对中国的经济还是文化 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3.唐太宗李世民 玄武门事变 让唐太宗李世民成功夺得了皇权 却因为杀凶弑帝而备受争议 不过 历史无法抹去 唐太宗李世民的丰功伟绩 其在位期间 广听渐言 对内文治天下 奉行节俭 让百姓得以修养生息 变定了唐朝百年盛世基业 对外 李世民开疆阔图 平定四方 被各族人民尊重和爱戴 是历史上最名副其实的千古遗帝之一 如今般未经许